大家好,我是Susie,欢迎收看新一期的视频 经常关注国外新闻的朋友应该也都知道 很多国家都有一些大型农场 每个农场里面可能会有几千头牛 不同农场主会给自家牛身上做上不同标志 拥有独一无二的标记之后会更容易区分 主人才不会认错 所以很多农场主都会选择一些特殊记号来彰显自己的所有权 大家知道他们会怎么在牛的身上做标记吗 说起来,以前技术不发达的时候 做标记的方法确实很残忍 农场主会选择烧红的烙铁印在牛的身上 为了防止牛因为烙铁带来的痛苦突然发狂 农场主会先把牛关在铁笼子里再进行这项工作 虽然这种方法可以帮助农场主认出自家的牛 可是整个烙印过程中牛会承受很大的痛苦 所以大家都觉得这种方法很不人性化 如果可以想到有效又不会给牛带来痛苦的标记方法就好了 随着技术的发展和进步 现在国外还真有了这样一种方法 它的名字叫液氮标记法 大家都知道液氮的温度非常低 可以达到零下100多度 用这种方法标记自家牛很简单 只要把烙铁放进液氮中 它的温度就会非常低 拿出来之后直接印在牛的屁股上 它还没反应过来是怎么回事 只觉得屁股一凉 标记工作就已经完成了 与之前的方法相比 液氮标记法效果不错 还不会带来任何痛苦 也不会给牛带来任何伤害 真让人不得不感叹科技进步带来的巨大便利 现在液氮标记法也已经逐渐在国外农场流行开来 成为一种很受欢迎的方法 好了 下一期再带大家去看更有意思的地方 欢迎留言分享哦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